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他总是胡思乱想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发生过一件好事 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这种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肖先生31岁来自黑龙江厨师 唐女士29岁来自内蒙古无业 欢迎两位 九成好 好 这是你老公 是我老公 我们俩认识十年了 但是我们结婚的时间并不长 领证以后是三四个月 新婚夫妻啊 但是我感觉生活并不是那么如意嘛 十年前呢我跟所有母亲做生意 然后她来内蒙这边旅游 我们俩偶然间就是这么认识了 认识了以后呢 我感觉我们俩特别聊得来 小伙子特别精神 然后我们在短期之内呢 就确定关系了 她因为我嘛 就在内蒙留下发展啊 发展了以后呢 没过一两个月呢 她母亲给她打电话 很着急 说是她母亲要做手术 就着急叫她回去 她当时答应我说什么呢 说我母亲做完手术 我就立马回来找你 但是回去两三个月以后呢 我就发现她从来不再提 找我的事情了 然后在我实在追问 好几次的情况下 她迫不得已才跟我说了实话 说她母亲根本就是骗她的 根本就没有做手术 就说她一说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说是 我母亲把我骗回家去的 回到家 父母不同意 就把我关进来 原本我的想法是 我自己在家这边 我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 我把我母亲说通了 我再找她去 可是她也是一直在追问 我也没办法瞒下去了 当时你知道 你母亲骗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第一时间跟我说呢 当时我就特别懵 我就感觉这个男孩子 对我不太时辰了 那当时处理那件事 是怎么处理的呢 最后我就感觉 她母亲这方面是我们无法跨越的 然后我就跟她提出分手了 她提出分手 但那个时候我也没同意 你说你轻易就放手了 但我也在家这边做努力 我母亲后期也同意我们 说在一起了 这个后期是指什么时候 两三个月吧 当时她跟我说了 说她母亲同意了 说那这儿不敢过年了吗 说过了年陪父母 过完年就回来找我 那我就同意 我说那我就等你呗 其实心里也蛮高兴的当时 然后最后我等着等着 等来的不是她 我等来突然是有一天 有一个女孩加我QQ 因为十几年前 我们都是QQ聊天嘛 有一天就有个女孩跟我说 喜欢她 问我们俩什么关系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我说你又有什么事情 瞒我了呀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有一段时间 我就没有跟她联系 没有跟她联系 然后最后 那个女孩也跟她表白了嘛 当时这个事情 我已经跟她解释过了的 我确实不知道说有时候在追我 但是我在家每天晚上 下了班之后 我都会去网吧 跟她视频聊天 那你说她是一个同事 她晚上也说上吧 那一起去呗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加上她的QQ 每次她一上线 跟我聊QQ的时候 那个女孩也会同时上线 我就感觉她们两个 一直都在一起 所以你就离开她了 对 我感觉她摇摆不定 脚踏两只船之类的呀 然后这边也不跟我说实话呀 后来呢 后来这个事情我解释的 因为当时我俩离的距离比较远 她在跟我生气 就说这边有人追我 然后我就把那小姑娘 也坐我妈去了 你还好意思提那次视频的事情吗 那不就是因为那次视频的事情 我们俩才彻底断了联系 等于她把那个姑娘拽到那了 跟她视频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要解释 就说我跟她没什么是吧 对 是啊 当时在视频里 那个女孩当我的面就说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她就可能有我的缘故说了一句 我不喜欢你 那那女孩当时就哭了嘛 然后呢 那个女孩哭着转身就跑了 但她二话没说 转头就追那个女孩 把我撂在势头那边了 那当时她一走完 我心里就在想 那你就是选择她了呀 我就把她拉黑了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你说她要死要活的 你说万一真出事了 怎么办 我呢是不是单一过去 她说她跳楼就能真能跳楼 后期我在联系她的时候 就联系不上了 当时我感觉是什么呢 我拉黑她 我想看看她的态度 她会不会真的来找我过年 那她确实没有啊 再后来我就听见什么消息 她又跟那个女孩结婚了 那就坐实了嘛 还是有情况嘛 可能那时候已经是我俩 分手之后了的事情了 结了吗 结了 结了 但是 还跟那女孩结婚了 对 结婚你们俩怎么又结婚了 这什么 我俩都属于二婚嘛 哦 你也嫁人了 对 我俩都属于二婚 你也娶了那个了 对 那我当时啊 这个不我主要呀 她当时先结的婚 我一直都是单身 你结婚了 对 你也结婚了 我当时没有结 我自己单了有三四年 是她回来那母 有一次找我以后 我才结的婚 啊 啥意思 就是她一四年离婚了嘛 嗯 离婚了以后可能 她从我们朋友那边知道了 我一直都是单身 没有找我 然后她就加我微信 跟我聊天了 聊天以后 那她那个时候 你那个时候是离婚状态 还是 离婚状态的 离婚了 为什么离啊 因为 感情磨合不过来吧 啊 就离婚了都 所以离婚之后 又想起了初恋是吧 对 啊 然后当时她跟我联系 其实也是我的初恋嘛 我就 感觉心里挺激动的 挺放不下的 啊 然后我就提出来说 不行你来那梦发展吧 我们先当朋友 然后以后的事情 我们慢慢走着看 然后她就来了 来了不就好了吗 去了 去了 可是没过多久 我俩就又分手了 为啥呀 因为那个时候 在那边开了个小店 完了 她老是在胡思乱想 一听一些风言风语的 就跟我吵 啥吵完了 闹分手 就是她身边的朋友啊 说什么 我长得不好看 然后身材也没有 然后说我配不上她 还有更可恶的是什么 她开小店附近 就是我冷不丁 就听见我耳边说什么 说这个女孩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没结构婚 就嫁给个二婚子 你进门就当后妈呀 你是不是身体上 有什么残疾 那段时间我感觉 自己压力特别特别大 不是 她总是这个样 总是在乎别人的想法 我们过自己的日子 你非得要听 别人的想法干什么 但是这些事情 人传人嘛 传到我的流 确实是很不舒服 最后我就又提分手了 你提分手 对 分没分啊 分了 哦 之后呢 之后过了半年左右嘛 我经过朋友 认识了我前夫 我感觉 已经到一定年龄了嘛 我想要有一个安稳的家了 跟那个男孩 也蛮聊得来的 最后不到一年的时候 我们俩就领证结婚了 结了婚以后 我才发现那个男孩 是个游手好闲 特别不顾家的一个人 我生完孩子以后 孩子没有奶粉了 他也不会想办法出去挣 只是每天顾着自己 吃喝玩乐 我感觉这种日子 我真的忍不可忍 孩子在十月大的时候 我就果断地跟他离婚了 哦 那是哪年的事 16年的事情了 离完婚以后 我就自己边照顾孩子 边照顾家庭 然后我母亲帮我带孩子 我母亲可能当时 以前的身体就不算太好 那加上给我带孩子 比较劳累呢 需要做一个大手术 当时我就感觉 有点力不从心了 感觉特别难 我生活就是我感觉 生活没给过我 一个好的事情 就一路走过来 我感觉我为什么 应该这么苦呢 但是我也一直在挺着 最后我不知道他从哪里 听来消息 知道我又离婚了 然后又跟我联系了 婚儿 你们俩再相逢 是在哪年啊 去年 去年见的面 那怎么这么快 就把结婚证领了呢 因为本身我确实是 喜欢他老是想的吧 去年白分吧 他母亲在做手术 我也是从床上知道 这个消息了 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我想找你了 因为我也是 当时他跟我联系完以后 我就感觉 可能也是心软嘛 然后他就上来找我了 找我了以后呢 他就对我母亲的照顾 对我孩子都特别特别好 我特别感动 然后他也跟我提 结婚的事情了 然后我们就年初把证领了 这不就算修成正果了吗 这不是情好吗 波波折折 十年感情 原本我以为说 结婚了 我俩的日子应该好了 对对对 可是呢 他老是在胡子乱想 比如说你看 我不有个女儿吗 在我前妻那边 那我偶尔地 跟孩子试试皮 这没问题 关心一下 这不是很能谈吗 应该的 很能谈的 但是她我的 她的瞎想 老是因为 我跟我前妻之间 还有某种原来的 那根本就不是 你和你女儿视频好了 她前妻老借由这种影子 老联系她 我就总感觉 她俩是不是 还是有藕断思念 因为当年嘛 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子 她要跟别的女孩结婚 我可能不会太在意 这些东西 恰巧就跟当年 那个女孩结婚 我就特别在意 你不能活在当下吗 姑娘 你看你 你人生的所有波折 我就是忍不住会去想 我自己控制不了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然后翻来覆去 就是想这些事情 她老是这个样子 她还过分到什么程度 有的时候 她拿我的手机 用我的名义 跟我孩子聊天 在我姑娘那边套话 那不是她 她现在跟女孩视频 都不当着我的面了吗 那你有什么事情 不能当着我面去说呢 那我还怎么当你的面 我就是怕你瞎想 我现在已经为了你 我把孩子 就是所有的联系 我基本上有什么事情 我全让我母亲 在老家那边 我让我母亲去处理了 你是当着我的面少联系 但是她背后 并没有少联系呀 就有一次 她和她女儿视频吧 我也在跟前 我就听见她女儿说什么 她前妻病了 感冒了 感冒了以后 我说你为什么 要表现出那种心疼的样子 特别在乎呀 然后嘘寒问暖呀 然后我说 你是不是对你前妻 还有感觉 如果你有感觉的话 你为什么要再回来找我呀 还要跟我结婚呀 然后之后我就感觉 她并不是说真心喜欢我的 而且她在领证之前 就一直说是 喜欢我十年 心里一直装着我 就没有忘记过我 之后我就感觉 她并不是这样的 我翻她手机 让我发现什么了呢 她跟我没领证之前 就有和陌生女人的亲密照片 不是 那你也说了 那是在咱俩没领证之前 我也跟你解释过 不是很正常吗 那她说她喜欢我十年啊 跟我说她从来 这十年当中没有找过对象呀 也没有在想结婚的意思 哎呀呀呀 您才十九岁呢 不是 但是这些都是 您不都结了婚 离了婚 生了孩子 做了妈了吗 你怎么还那么单纯呢 我就是感觉 她当初跟我结婚 不是说真心喜欢 真心爱我 那她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呢 她只是想跟我 过过日子而已 那她跟你过日子 难道不好吗 但是不爱我 你跟我恰巧过日 如果有一天 再出现一个女人呢 再出现一个 她喜欢的 喜欢她的 她是不是就 轻易放弃我了呢 那我感觉 没发生之前 还不如我们早分开早好 伤害也比较少 那你那会干嘛 跟她结呀 就是感动嘛 感觉她 对我母亲 对我孩子都特别好 特别特别感动 你是真作呀 你是作出了天际 本来人生可以一马平穿的 你用你自己 所有作的方式 把你的人生 弄得七零八落 你还打算接着作是吧 但是她不只有亲密照片 她之前还有什么 各种聊天软件 各种跟陌生女人的 聊天短信呀 还约着出来见面 各种小姐姐 小姐姐叫着 你长得好漂亮 这些话 那我说你是十年 真在心里装着我吗 那都不是现在 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 你刚才说的这些 是你们结婚之后 还是在一起之前 聊天记录都是 她快上来的那阵 但是她说她要上来 我也感觉她 会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的时候 那不就是你们要 重启谈恋爱 到结婚之前的事吗 不是 这你也追究啊 但是她就说 她喜欢我十年 在这十年当中 她还是在找无限可能性 我只是她的一个下下选呀 恰巧可能在十年当中 那她为什么不是一个上上选呢 就是一个下下选呀 因为她手机里 还一直保存着那些 那就是你自己认为 干嘛呀 我怕五年十年以后 她对我不是真的爱 只是过日子 等日子冲淡了以后呢 你在十年前 你想过说你后来 嫁给了其他的人 给其他人生了娃 你们俩又在一起吗 你想过吗 没有 对呀 你人生你是过来的哪 能靠想象啊 但是有些事情 你急死我 你真是一点什么都不珍惜 成天都在想嘛 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然后有时候就白天想的梦里都会成真 那她为什么要娶你嘛 她娶我只是想安心地找个过日子的人而已 她并不是真心爱我啊 如果不爱我 那安心地找一个过日子的人安安心心地跟她过一辈子 不就是最好的爱吗 那我怎么可以一个就是心里不爱我的男人过一辈子呢 那你爱她吗 不爱她 我根本就不相信 她说她爱你 你能证明她不爱你吗 能呀 然后最后领了证以后 我发现有一些事情就变了 啥事 通过这些事情嘛 我就感觉这个男人靠不住 我就要自己出去挣钱 我要养我的妈和孩子 养 然后我就回归工作以后 我就成天胡思乱想 脑子里总是想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呢 我工作心不在焉 我就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那跟她有啥关系啊 那不是因为她出现以后才想那些事情吗 她没有出现的时候并不知道 你说这个事情她也能赖到我这 然后我就因为这个事情 我就做手术了嘛 然后我就感觉从她来以后 我的事情就没有好的 还有就是我彻底有离婚的念头 是因为什么呢 就还有一次 我回家发现我妈特别不高兴 然后说是她凶我妈 然后我就感觉 她对我不好也就算了 她对我父母和对我孩子 都可以吹鼻瞪眼的 那以后要是真我不在日子 我天天工作的日子 你会对我母亲什么样 那种日子我都无法想象了好吗 不是主任这个事情我要解释一下 她母亲不是做了腰椎手术了吗 大夫说了的 说老人身体刚做完手术不能负重 但是她妈呢 在家老是陪孩子 又爬呀 又爹呀 又跑啊 又背孩子的 你说刚做完腰椎手术 你叔叔还没回复好呢 你说你就这样陪孩子玩 你说身体要不要了 那我回家的时候 我一开门正看着了 我也是着急 如果能说语气重了 我承认这个事情 但是我出于本心 我是为了老人的身体着想 那过后我也跟她妈道歉了 我承认我语气不对啊 那你是道歉了 你也是解释了 但是要是如果换作 是你亲生姑娘亲生母亲呢 你会那么地跟你母亲吼 跟你姑娘大呼小叫吗 就是她脸色好了 离她近点 脸色不好就离她远一点 我也没说什么 我说你呀 你能不能注意点 你那个身体啊 你腰腰不要了 这没毛病啊 我只不过就是说 语气稍微凶了一点 心里大一点 你下来了之类的话 你别在你老身上那么爬呀 那你说话方式 态度是不是应该变一点 这怎么就不对呢 这不挺对的吗 我感觉她就对我妈和我姑娘 可以好 要对自己的亲生母亲 和亲生女孩 就不会那样的 说话永远都是温柔的 你这件事情 他妈没有做腰椎 手术 她那个事情 没有这么急迫 也许姑娘趴在老人身上 就那一下再起 腰椎就断了 你讲不讲理呀 但是她跟我妈 好的方式就不对啊 然后我妈 你到此为止 外婆也听了 我不跟你说话了 我问问你 你图什么 你非要娶她呀 也是说因为喜欢她吧 不是你喜欢她什么呀 她原先的时候 最开始不是这个样子 她现在不就这样 她那个时候很开朗 我没想过离开 我还想继续 就是说陪她一起走下去吧 行 明白了 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就感觉 我现在想不出 什么解决方式 我感觉 我们俩还是 过过日子比较好 过过日子是什么意思 就是离婚 我只能想到解决的办法 就是离婚了 你真是 行了 交给你们吧 不再说了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哎呀 真是把人急死了 姑娘 当下 就是未来 大多数情况下 很多事情 都是在生活当中的延续 今天你的纠结和冲突 未来还会一直这样 离婚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其实倒是 从我姑娘记事以来 她就一直在身边了 然后我姑娘就一直认为 她是她的亲生爸爸 那这方面我也考虑了很久 是的 所以也有不舍 对不对 对 我也很纠结 姑娘 你们之前错过那么多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错过 你们如果没有找到原因 就会继续错过 所以离婚那是必然的事 刚才你说了 睡不着觉 经常做噩梦 噩梦是什么意思 想的都是不好的 悲观主义 你活在想法里 记住 想法不等于事实 很多人都活在自己的焦虑里面 满以为 那个就一定会发生 其实焦虑 绝大部分不会发生 你很多都是在想象 五年到十年 万一怎么样 不断地用自己的想法 来折磨自己 该醒醒了 男方 表面上 你老婆问题挺大的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问题在哪 也在犹犹豫豫 对不对 对 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会给她带来 这种后期的 无限的悲观主义 所以每个人都要做一些调整 才能会有所变化 否则 现在 就活成了未来 离婚真的是迟早的事 所以我希望 你们真的能够 好好地反思自己 有一个新的转据 谢谢了 女生其实一定要认识到 自己问题的关键所在 你是一个逃避型的人格 你认为所有的事情 通过逃避就能解决 当你发现视频 那边有一个女孩 并且她去追女孩的时候 你自己先把这条路给断了 拉黑了 第二次 男生来找你 应该是一个 结大欢喜的这么一个结局了吧 不 当你听到别人风言风语的时候 你觉得 我又不自信了 不行 我一定要先提出分手 你包括现在 你在想 他就是不爱我 我要和他离婚 所以你始终是在逃避 你潜意识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给你 向我提出分手的机会 我先说分手 我先走 我是一个做事比较果断的人 特别痛快的人 那不叫果断 那叫草率 因为当你一边想着跑 然后一边又期望 对方好的时候 你什么也得不到 你是想逃避 你是内心里太不自信了 我告诉你 你得自救 你要阳光起来 你不要给自己留那么多厚度 往前走 相向而行 才能拥抱幸福 他追你跑 没戏 就这样 草女士 我觉得你根本不爱他 我觉得你只是怀念当初的时光 是你青春的岁月 还有就是 你能让一个男人 对你这么长时间的有执念 放不下 你享受的是这种感觉 你根本不是爱这个男人 什么担心他跟他前妻联系 还有什么担心你们两个人未来 在离婚 你根本就不想跟他过日子 因为你不爱他 你也是一个当妈的人 你能让一个男人 为了你不和自己的女儿联系 你觉得这是爱吗 这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你用他的口气去套一个孩子的话 还站在台上又哭又说什么 让你活得人生特别不如意 你的不如意都是你自己创造的 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 提到说 因为为了怕你不高兴 和自己的女儿减少联系 甚至不联系 让自己的妈妈去和前妻沟通 联系女儿的事 凭什么呀 那是他亲生女儿 怕你不高兴就和女儿不联系 那那个女儿不可怜吗 你现在感同身受 因为你的女儿渐渐懂事 就把她当爸了 你不敢跟她分开是为什么 那你想想那边那个女儿呢 你也一样 我也特别瞧不起你 因为一个女人 和自己的亲生骨肉可以不联系 没有什么好继续的了 她要离婚马上去 谢谢莎达老师 吴琪老师 我问你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一个属于自己 比较稳定的家 比较和睦的一个家庭 稳定吗 和睦吗 我算太稳定了 但是 和睦吗 稳定吗 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你管这叫和睦和稳定 我觉得你们俩人是同一种人 这种人是拒绝幸福 拥抱悲伤的 谁对你不好 我就要走进谁 谁对你好 我就要远离谁 你自己想一想 他对你那么不好 你偏偏要走进他 一次又一次要走进他 你那个前夫明明不对 你非要嫁给他 这个男人对你那么好 你非要远离他 一次又一次地远离他 为什么 因为当幸福来临的时候 你们害怕和恐惧 你们战胜不了自己心中 那个害怕和恐惧 所以你们选择逃跑 而当悲伤来临的时候 你们又走不出来 我死活 我要赖在这个悲伤里面 哪怕他对我不好 我能忍 你们像什么 你们像是一块被 岩浆烧得通红 快要碎裂 快要爆炸的石头 掉到了河里面 河水给你们降 你们把那个河水烧得沸腾 这个时候你就跳出来说 你看你不爱我 你都冒白烟了 你一点都不爱我 你不知道那河水 在给你降温的 你就说他不爱你 然后呢 你要跳回那个岩浆里面去 因为那个岩浆不冒白烟啊 你内心天然地 对自己感觉到不安 所以才会不断地抗拒幸福 才会不断地走进北上 想想吧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哎呦 自私 狭隘 你可以想到的这种 父性词安在你身上 没一个是过分的 所有的责任都是他的吗 当他回来的时候 就应该好好地生活 不行 非要嫁给其他人 号称是因为别人说 鲜言碎语 现在好了 你也离婚了 你也带给孩子 平衡了 平等了 你那个时候觉得嫁给他亏是吧 把自己人生过得乌起巴糟的 现在又来了 不想跟他过日子 你跟他结什么婚啊 那小孩要好好过日子 你好好过呀 我们没有那个义务来哄着你玩 生活也没有义务哄着你玩 离别离婚你们自己考虑 珍惜眼前人 珍惜幸福 要过就好好过 不过就给个了断 别彼此折磨了 因为还有两个孩子呢 其他我们都可以不心疼 但是麻烦你们俩心疼心疼 那俩姑娘 好不好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们经历了十年 好不容易说又走到了一起 虽然说彼此都有过不幸福 但是我希望咱俩还是能 好好地走下去 毕竟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确实挺希望你能幸福 但你这个幸福是我给你带来的 希望你不要瞎想 能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 咱俩一起好好走 其实我也想过很多 我也想跟你好好走下去 但是有些时候 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控制不了的 现在其实我自己也很纠结 谢谢两位请回吧 请关门 来吧 看番剧队夫妻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有了他你生活那么糟糕 你出来干嘛呀 你出来干嘛呀 我也想要想好好过 你是好好过的态度吗 我跟你说呀 你现在至少是台子的妈了 你稍微长大点吧 来吧 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一刻 各位请见证 来请亮灯 好好的啊 祝你们幸福 谢谢秦辉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让他们幸福吧 愿他们幸福吧 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一天也不在乎我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他的安全感 就是什么都要管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希望他受受心 好好和我在一起 很难吗 和他在一起真的太累了 我真的想和他分手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杰27岁 来自云南运营 得请 小斯27岁 来自广东职员 有请 欢迎老妹 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呀 现在是在上海 等于在上海认识的是吗 不是 是 我们之前是在另外一个城市认识的 在宁波 在宁波 现在又跑到上海去了 对 在宁波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当时线下有一个脱口秀的聚会 然后 哦 你们俩是说脱口秀的 不是说 就是喜欢看 对 喜欢看 然后在那个线下聚会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他挺知性的一个人 是我的理想性 他也觉得我也挺好 就是我们就确立关系 因为当时我就感觉他挺有才的 挺幽默的 然后就觉得跟他一起聊天挺开心的 所以我们慢慢就聊天 然后就慢慢发展起来了 怎么了现在 这一年下来 其实一开始我们也很好的 后来就我感觉 他就是很多时候都没有给到安全感 我让我觉得很孤单 就感觉好像咱们有点不像情侣了 其实他要的东西 我觉得不是没有安全感 是他想太多了 恋爱到现在一年多 就是感觉我们恋爱开始之后 他就把我真当老公看待 就跟结婚似的天天管着我 这也要求你 那也要求你 他都要求过你一些什么 他总说找不到我 但是我工作再忙 不给你回消息 下班之后给你回 很正常一事 他就说你这工作消失 五 六个小时 七 八个小时 他老跟我闹这个 然后就要求我把我工资卡放他那 要是他一次找我找不着 就要罚200块钱 哎呀 好 我觉得这 那我这是谈个恋爱吗 就跟上班似的 我是提出过这个 但那不是也是因为 我经常找不到他吗 而且最后他这个工资卡 其实也没有交到我手里面的 就是我只是跟他提出这个要求 其实我更加希望的 不是扣他的钱 我其实只是想他 就是因为扣钱这个事情 他会就是学会 有空的时候会懂得联系我 出去啊 去哪的时候 会跟我报备一声 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跟他谈恋爱 就是我跟男朋友微信 我好像跟空气聊天一样 就一天 他是七 八个小时 八 九个小时去消失 难道要工作的人 就不用谈恋爱了吗 就不用给女朋友回消息了吗 明白 明白 女生要的是 你能让我感觉到 我是恋爱中的女生 有人惦记我 至少有人关心我 对吧 我觉得既然你要的是 关怀 关心这些东西 不是要这些形式上的 他要求做这些都是形式 因为你做不到 那我只能从形式上来要求你 好吗 但是我做不到是有原因的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 我说上班呀 那他平时有时候 他去外面 那您上班的时候上厕所吗 上厕所 您上班的时候吃饭吗 吃饭 那那个时间能回调微信吗 对呀 如果他不要求我的话 我觉得我会 您还挺叛逆 对 因为 叛逆的人就别谈恋爱了 可我觉得他要求过了以后 我再去做就没意思 那像他有时候会出差嘛 不管我在干嘛 他只要一坐飞机 就非得我去接他 那我说我在上班 我在忙 你自己打个车 我又把电话挂了 我真的是有事的时候 我有合理理由 你还这样跟我闹 我就觉得很不应该 我跟他闹 是因为我觉得 他根本不在乎我 我是他女朋友 我出差了 然后我想回来的时候 告诉我男朋友一声 让他出来接我 我觉得没有错吧 他说他在工作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就是你人到不了 你给我一点心灵上的 一些安慰也可以啊 比如说我现在在忙 要不我帮你叫个车吧 至少也能体现出 你对我的关心和在乎 可是他没有 他每一次就冷冰冰的 接个电话 我在忙 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让我一个人在机场 而且每一次都是这样 不要说他在上班 就算他没有在上班 他真正来接过我的次数 也是没有几次 其实我要的 只不过是 他这个在乎和关心而已 他怎么就不明白 他总觉得我很母女许闹 听懂了 你是觉得他要求的多 他是觉得不被关心 还有什么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除了平常我们这些 日常的生活的细节之外呢 就是他跟异性之间 保持着距离也很不恰当 我认识他的时候 就知道他有很多异性朋友 跟我在一起之后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 跟这些女生 就是很亲密地聊天呀 互动啊这样子 但是明明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答应过我 说不会这样子的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 让我看到了这些 然后呢 他也从来不会在朋友圈公开我 也从来不会跟他 这些女性朋友说 他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 每一天都是我主动在找他 我尝试过就是一周不联系他 他就真的可以一周不联系我 就是我感觉 他跟我谈恋爱的这种方式 好像是他过他的 我过我的 我就觉得已经不像情侣了 就我觉得他的想法非常主观 这是他认为的 他觉得说我跟别人聊得很亲密 但是我觉得只是我正常社交 我不仅跟女生这样玩 我跟男生也是这样玩的 我这人其实就是一个很自来熟的人 刚见面第一天的人就可以成兄道弟 聊得很好 他总是就这样一神一鬼捕风捉影的 而且我手机 我都是把密码告诉他的 我这个人我也从来不删聊天记录 比如说哪怕是跟女孩出去玩了 这些事情他也是知道 出去玩过吗 出去玩过 然后都有 是大家一起对吗 也有过单独的但是少 这是特殊情况 他说是这么说 但其实我看到的那些聊天的话 就根本不是正常男女朋友之间 可以聊的话题 就是聊得很暧昧 这个没法判断 就是已经超出了这个界限了 我有在他手机上面截图了 他这些聊天记录 我们能看吗 能看 能看我们就看看 带来了是吧 对 他要同意我们就可以看看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线下集会 就是一个对他有好感的这个女生 他知道我们在一起之后呢 表面上是祝福我们的 但是他实际上呢 经常偷偷地发微信 给我男朋友 然后跟他说一些暧昧的话 比如说我想你了呀 这些东西 然后又会说 昨天想你啥都睡不着 听听听听听 兄弟 为什么上班能回他的微信啊 其他我就不看了啊 就看这一瓶 在干嘛呢 昨晚梦到你了 上班呢 刚才你可说你上班 不跟人联系的 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总是想你想的睡不着 好不容易睡着了 还梦到你 他发了一排表情 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空啊 我觉得我都好久没见你了 下次聚会你会来吗 我尽量最近太忙了 要不然你可以给我打下手来呀 主持人就是这一句话 让我特别地生气 平常他回我微信都是很冷 但我没有时间 但是他就叫一个喜欢他的女生 他可能给他打下手 这个是另外一个是吧 对 主持人你看到了吧 他说没有时间去机场接我 没有时间回我消息 可是那个女孩说要买车 他有时间给这个女孩去看车 他对这些女孩都很热情 唯独就是对我很冷漠 对 这倒是特别 其他人嘛都是外人 对吧 对 但是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当时说 我跟你的聊天 就虽然说我上班 我没回你吧 或者有事 那你把我们聊天的总量 拿出来比较一下 我们聊了多少条 我跟其他人加起来的总量 就这么多人 能有跟你一个人的多吗 那总量不也还是你的多吗 那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这些的东西怎么能比较呢 那对啊 待在一起最久的还是我们呀 就平常他跟这些女孩子 就是暧昧啊这些 我也就都忍了 然后最过分的就是 刚刚这个女生 不仅仅跟她聊暧昧 说想她的这些 然后她还在当着她的面 就是说我的块块 我以为她会站出来维护我 没想到她 不仅没有反驳那个女生 没有维护我 反而顺着那个女生的话 说下去了 我就觉得特别不能接受 这些小事 你都不会出来维护我 我将来怎么指望 你能保护我呢 是吧 我觉得亲者自亲 着着自着嘛 我要去跟她去讲 她还要反驳 我还要去说服她 我顺着她往下说了以后 她话题就结束了 也就没什么了 除了这个事情以外 还有一件更过分的事情 有一次聚会的时候 她上洗手间了 然后那个喜欢她的女生 就跑过来挑衅我 跟我说 说你忙的这段时间 我们经常都有联系 然后还说前天晚上 我们一起出去聊天了 她跟我说 跟你谈恋爱很累 她想一个人了 她还跟那个女生说 我以前曾经喜欢我了 当时候整个人都震惊了 蒙掉了 我男朋友去哪里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要别的女生过来告诉我 而且她为什么要跟这个女生 说这些 到底用意是什么了 她说的这些话 都让我很受伤呀 我觉得很委屈啊 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 我想不到她会 这样去找她说 那段时间因为就是 我感觉跟她在一起太累了 平常琐碎 被她叨叨得很烦 我就把一些想法说出来了 我也没想到 她会这样去做 你是把她当成一个哥们 可是主持人 那个不是她哥们 那个女生就是喜欢她 她自己也知道的 那我觉得她这样 跟一个女生说不合适 何况她当着 就是她跟这个女生说我 她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所以下面的问题就来了 姑娘 这基本现在已经是 一个怨妇状了 幽怨的都不行了 离开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不仅没离开 还两个人 又从宁波到了上海 我挺好奇的 因为她说 上海这个城市比较好发展 让我跟着她一起去上海 我义无反顾地 我就跟着去上海了 可是到了上海之后 她说过她会照顾我 但是她并没有 像她承诺的那样子 就来上海之后 她非得要再一起工作 我们就一起去面试工作 她还觉得说我没有帮她 就是之前有一次 我们是去面试同一份工作的 那那个工作是她以前做过 她就是比较在行的 结果她面试完出来 很顺利就通过了 然后我在她后面面试 我以为她出来之后 会跟我说就是面试 重点问了点什么 会给点意见或者提议我 可是都没有 就是直接地让我去面试了 然后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自己去应对了 那我好不容易面试完了 面试官都还没有说话 她就当着面试官 还有所有人的面 去指出我的缺点和问题 说我这个不对 那个不行这样子 那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不仅没有帮我 你为什么反而 还要这样拆我的台呢 我就觉得她是不是很想摆脱 我不想跟我一起工作呀 我觉得不是这样 就是她的理解太狭隘了 她既然在面试中 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是直接指出来 我觉得还是公事公司是私 在专业方面你的是不对的 我都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 不能因为说你是我女朋友 我在工作当中看见问题了 我就不去处理这些问题 那如果你看到这些 所以这也是我就不想 我们两个人一起工作的原因 但是你可以私底下跟我说 为什么一定要当着大家的面 当着面试官的面 我的面试还没有结束呢 可是我在说问题的时候 是对事不对人 我只想处理那个问题 即使那天不是你出现这样的问题 其他人出现这样的问题 没后来结局呢 我也会 最后我面试肯定是失败了呀 她就去了那家公司上班了呀 那后来她老跟我闹嘛 就非得要一起工作 后来我们也找到共同爱好 就因为都喜欢玩那个密室逃脱 对 就去找了一家店去面试也通过了 对 终于在一起工作 你们俩做过同事是吧 对 就是好不容易终于才在一起工作 在上海那边 但是呢因为公司呢 它是有规定 就是说员工之间是不能谈恋爱的 所以当时我们为了工作 我们就暂时地隐瞒了 我们这个情侣的关系 我以为我们会因此 更加多地相处时间和陪伴 没想到 她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协定之后 她好像放飞了自我一样 她就到处地跟那些女同事呀 很亲密地打闹呀 开玩笑有说有笑的 她甚至还很亲密地喊 女同事叫宝贝 你们说就谁受得了自己的男朋友 含别的女同事叫宝贝呢 我相信没有一个女孩子能受得了吧 其实 这个东西不是她知道的 我们当时那个团队 很多都是小年轻 这些小朋友我们这些 就是一个氛围 大家都互相这样叫 而且起因是什么 因为当时一个 就是工作服上面 会带一个那个名牌嘛 就要有一个名称 有一个女孩子 她自己叫那个甜心宝贝 一开始大家就是叫宝贝吧 后来大家都喜欢互相这样叫 我们的领导也叫我也会 有时候我们开启玩笑也叫我宝贝 我叫男同事也会叫 而且你还特别照顾人家 你以为我仅仅是 让你叫他宝贝我就生气了吗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 不是因为这一个点而生气的 还有一次我亲耳亲见了 有一个女同事问她说 你有没有女朋友 她想都不想 就说自己没有女朋友 就毫不犹豫地说自己是单身 我觉得她就是很没有分寸感 很不懂得保持跟异性之间的距离 所以你要的是什么 我当时人家说 你有没有女朋友 我要回答我有 对啊 我是不是还得再编出一个女朋友出来 你不需要编啊 人家问女朋友长什么样子 我看看照片 我还得要去 这是你的个人隐私 你可以不告诉她 你就是说你有女朋友 但是她在别的公司上班 不就好了吗 所以你的想法都很天真 就是你设定了 就一定得要这样 我天真的吗 祖师 我觉得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就是我要求到跟同事身体 要求真的不过分 但是恋爱给你们谈成这样 就真的特别特别过分了 姑娘你到底图她什么呀 就是以前一开始的时候 她好的时候是对我很好的 那不是后来就没了吗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们有机会 可以回到以前那样子的 好好好 因为一开始她对我真的是很温柔 其他也无微不至的 小学生 明白了吗 还想谈这个恋爱吗 我之前 其实我提过几次分手了 可是很多时候很不忍心 因为她 我觉得在这段感情当中 她 你提分手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受不了 我觉得这个感情 不是我想要的 而且我觉得 她在这个段感情当中 也不自在啊 那既然大家都不自在 你就放过你自己 就我也不让你继续这样 但是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所有感情 一开始大家都那么投气的 对不对 那是你的问题 她要认同这个观点就行 问题是她不认同 这我们就很清楚了 实际上面是 女生想留住这段感情 男生是想摆脱这段感情 我理解的对吗 对 但是她的表现 又让我觉得 又不忍心 对 不忍心 又觉得哎呀 下面我还能找到这么好的吗 是吧 这个私心也有 又有 然后又想 我跟她在一起 我又不自由对吧 对 不自在 她其实没有她所说的那么不自由 我只是让她去哪儿了 跟我抱个一生 也没有说经常让她 给我拍照什么的 我理解了 我理解了 我相信老师们也都理解了 对 你们听听他们的理解 好不好看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哎呀 说的你们之间 这个爱是不够的 男朋友已经到后面说的很清楚了 人家都已经提出几次要分手了 说白了 就是你们之间的感情已经破裂了 没有 她就是她提出过一次 但是第一次的时候 是我们吵架的时候她提出了 所以我以为她可能是意气用事 我就想一下我们可不可以 再努力一下回到以前那样子 只要说了一次分手 你就不要心存幻想 还说我能是否回到从前 刚恋爱的时候都会有一段不错的感觉 但那段时间对大多数而言 可能都将成为永久的回忆 后面将会面临真实的彼此 所以那段感情好与坏 并不能够决定未来能够走多远 而能够走多远的 恰恰是在后面过了那段激情之后 你们彼此是否还得合适 男朋友几次提到忙忙忙 其实那是都是借口嘛 她已经很冷淡了 在这段感情当中 她已经在抽离了 所以呢我在这里想提醒女方 做好分手的准备 拾起自己的尊严 不要苦苦求所 但其实我有问过她 我说就是来这边真心 我问过她 她是不是想跟我分手 就是真的想跟我分手 我说你还喜不喜欢我 她说过她 其实她喜欢的 需要问吗 你自己没有心吗 你感受到的那才是真实答案 还要问你爱不爱我 你自己不知道吗 所以姑娘 别再苦苦作践自己 这个世界离了谁都能活 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两个人谁都不会快乐下去 男方啊 如果真的想分手 就痛痛快快的说明白 你听到她没有 她反复的强调 还有理由 还有理由 还有一些希望 都是你在给她希望 要谈就好好谈 全力以赴 不想谈就干干净净的说清楚 好吧 女生那几个暧昧的短信 你的反应只是委屈 你为什么不生气呢 你为什么不愤怒呢 这不对啊 我生气啊 我也愤怒 但是我没有 但是你没有表现啊 有尊严的表现 真正的生气是说 你直接就摔门就走了 不需要你解释了 你看到了太多了 她能够当着你的面 跟别的同事女同事去暧昧 她丝毫不顾你的感受啊 而且在面试的时候 不是公是公司是司 她是想压你来提升自己 让自己在未来有可能 雇主的面前表现 不要装睡了好不好 我们任何人都叫醒不了 那个装睡的人 你明明知道事实就在那里 你还非得要用一些 形式上的表现来证明 你特别怕的那件事情 并没有发生 因为因为 不要这样了 没有什么因为了 就因为你啊 不甘心啊 你觉得我随她而来 为她付出了这么多 我说这么多的委屈 我一点回报都没有了 你要啊 不是 我之前有想过 跟她分手的 但是就在我最想分手的时候 她突然 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那段时间 她又突然对我很好 让我有种错觉 我们是可以回到 原来这样的 你用的是突然 你说的是错觉 你不觉得你潜意识地 你就盼着她来这么一出 好 给自己一个下台的机会啊 不要给自己制造一种假象 自欺欺人呢 未来你只能在她身上 耽误了越来越多的时间 她不喜欢你了 她已经再去找目标了 我借你 如果你觉得 无法留在上海这个城市 你就回去 你就把它当成一种经历 你不要让自己觉得 啊 我怎么这么残 我怎么这么背啊 不 有的时候放下 好像是放过她 其实真正是放下你自己 你想清楚就行了 她已经心里想得挺明白了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就这样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要认真谈恋爱 就认真谈恋爱 那多少个女孩微信了 你白天不是忙工作 没时间发信息吗 刚才还来一句什么 你把那些女生加起来聊天的次数 和你的相比一下 你的不比她们多多少了 拜托聊天频次和聊天内容 是两回事好吗 你再对比一下 你跟她聊天内容是什么呀 那边要陪人家去看车 然后又跟你说着 做梦梦找你了 为什么会跟你说这样的话 因为她们知道你有女朋友 你也向大家表明你有女朋友 所以你可以不负责任地公开暧昧 这些女孩逆位 她们想跟你怎么样吗 她们也不想负责任 她们也享受 是啊你就是因为知道这样 所以你离不开她呀 因为那些女孩你都明白怎么回事 你能跟一个喜欢你的女生出去吃饭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那个女生说你的坏话姑娘 是在于她跟这个女生能出去吃饭 她明知道这个女孩喜欢她 她还能去付这个约 就是在给人家机会 接下来说不说你坏话 那些事都靠边站了 所以你永远搞错重点 抱怨了这么多 喋喋不休 有什么用 你不是还在忍吗 那样的聊天记录 你不一样是拿起人家手机 看完看完就没事了 还在发 还在聊啊 还能再继续约出来吃饭呢 没有 因为之后没有过了 所以我以为她会有改变的 所以我才 改了吗 改了吗 所以我跟你说那句话 说的一定要记得住 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多 不爱你的人生怕你要的太多 就是烦了腻了 但是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借口 给你分开 因为下家没找好呢 还有 说叫宝贝这件事 你叫公司其他男同士宝贝吗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叫吗 大家都这么叫 他也在你们公司里面 一起工作呀 那他为什么不叫男生宝贝呢 所以你就只会生气 你这生什么气啊 还有什么可继续下去的理由吗 如果你要觉得这些东西 你接受不了 你就不要再抱怨 好吧 谢谢 姑娘 你这爱心也不错 怎么对自己人生的要求那么低呢 就我前段时间学了一句话 叫可以 但没必要 就好像你们这段感情 可以继续 但没必要 问题就在于 一件事情是可以 但没必要的时候 你居然选择了可以 我们就真的不能去追求一些 更加美好的东西吗 你是没有这个能力呢 还是没有这个心气呢 还是没有这个决心呢 还是没有这个执行力呢 你不用回答 我知道你的答案 不就是感情吗 当我们投入了一段感情 哪怕这段感情出了问题 哪怕这段感情 现在只有可以 但没必要的价值的时候 你一眼走不出来 因为我曾经投入过是吗 所以当你的未来有可能变得更好 而现在只会变得更不好 但是现在没有到最后的底线 或者绝境的时候 你也不会跳出来 对吧 所有人的痛苦和悲剧 都自找 你知道吗 其实他的状态 几位老师说的多明白 有一种备胎 叫女友式备胎 他要找到比你好的条件的人 是挺难的 所以先挂着你嘛 所以我说可以 但没必要嘛 你要挂着 他挂你一年两年三年 都有可能挂着 你有这个必要吗 跟他耗这个 你现在人生是哪个阶段啊 你就得这么死磕活磕的 去磕一个 把你当备胎的男人 你的人生才开始啊 你的事业呢 你啥也没有啊 现在你的人生就是个半成品 你看一下自己 你能变得更好 你有一点点事业 有一点点自信心 那个时候你再说 哦 我要去嫁人 或我要去谈恋爱 你现在可不就是被人嫌弃吗 我不想跟你说啊 为什么 就一段感情进入诡辩 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还是那句话 可以 但没必要 但请关注自己的人生 让自己的人生上升到 我可以的境界 好 谢谢陆七老师 陆七老师刚才讲的叫对内嘛 内心嘛 你外观了没有啊 人家是不是想跟你好啊 他是一个什么人啊 越清醒的认识 怎么反而越陷越深了呢 那在我看来就是懒惰 和贪欲 哎呀 我这个时间不能丢了啊 浪费了半年 你不贪婪吗 懒惰就是不愿意变鬼吗 怕改变吗 剩下的也没啥了 留给你们自己选择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老师说得非常好 我不应该再继续拖着你 我也希望 我们都能潇洒地去转身 我真心祝福 你能够在未来能够更好 我们曾经有过的 那就放在场景吧 作为一个美好的会议 我当时 我其实不是想栏围你 或者是怎么样 我只是以为 我们第一次你说分手 你是意气用事的 我以为经过我们的努力 你会重新爱上我的 其实我不想围栏任何人 我只是 我只是不舍得而已 但是如果你决定了 你觉得这样辛苦 我也不想你辛苦 我特别喜欢你那句话 我不想为难任何人 这任何人里面 其实包括自己 你别为难自己就好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主要是看女生吧 这很好吧 因为这个没有爱情 说明你们把爱情 给保卫下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 晶云中央厨房 走进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六年了 毕业之后 她考上了事业编 工作了两年 准备考虑结婚 但是她父母不同意 说一定要她找一个带编制的 现在她爸妈和我们都很难受 可我也不想放弃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该怎么办 第一就是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 但是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用实际行动向她的父母来证明 你们在一起是幸福的 你们在一起是快乐的 父母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 这样一个接受的时间和过程 陪父母一起去走过这个过程吧 用你们的爱来做支撑 要再一次地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和观点的分享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